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摄影 摄像 这个行业的一个 助理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之前也上过 一期助理课 我也差不多能 代表一些人说些 感官的话吧 我希望能关注我的朋友呢 理性的 接受这个社会现实 好可怕 首先啊 我只能以一个比较 大致观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怎么看待 现在的实习生 因为从目前的大环境上来看 互联网放大了 所有人的能力 都会说一句话就是 现在的人不踏实了 现在的人跳槽更快了 现在的人他 太容易 飞了 大家先这样想 世界上是否存在于 这样一个职业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职业呢 工资 五六千 每天上班 八小时 然后 每天会有老师傅去教你 如何拍摄 扶持你变成一个摄影师 大家可以弹幕跟我互动啊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 职业选择 其实 翻过来说 肯定是不会有的 就是 只要是舒服的行业 主要是舒服的职位 这个职位是不会落在你的头上的 除非你是有 门路的 你有认识人 或者是你有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可以这样去想 你可以通过 支联招聘 你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 你可以通过 大家都可以通过的渠道 去找到了一样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这个职位 为什么会很好呢 除非 这个职位 对你的要求很高 这一个 一定是个天平 当他的 工资 开得特别高 那他的要求 一定会高 从来没有一个工资会开得很高 然后他的要求会比较低的 一个情况出现 从来没有 除非是个传销公司 那我也碰到过 有朋友做传销公司 里面一些视频 也可以拿一个月 一两万 那这个我们先不说 那正常情况下 一个制作公司 他给你开出来的工资 一定不会特别高 而且 我可以很负责跟大家说 绝大一大一部分 他是不会在第一年的时候 给大家交金 很多很求稳定的朋友 他会比较注重就是 我要交四金 我要交五金 我要交很稳定的收入 那 只有我很稳定的收入了之后 我才可以去住到一个 我 能住下来的地方 我才能解决我的温饱 我才能 来工作 大家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的 这样一个顺势 但是 现在绝大部分 工作是 招一个完全不会的实习生 是不会开到那么高工资的 这个点希望大家清楚 如果说你碰巧 你进入到这样一个很好的公司 那就恭喜你 你一定要好好做 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公司 甚至是第一个月 完全不付任何的钱 让你先干一个月 包括一些明星的摄影师 我们知道 首先 这个行业的利润 它不是均摊的 也就是说 你可能看到一个公司很赚钱 你可能看到银行很赚钱 但是你看到银行职员很赚钱 它不是一个股份制的 你也不要妄想 一个公司会给你股份制 会把你围着你去做一个圆周 你就是一个实习生 你进入到一家公司之后 你需要的就是低头干活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上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我一直是这样觉得 就是 如果你觉得工资低 那什么是高呢 什么是低呢 其实我们碰到最大的一个点 是什么 我们平时招人的时候 就会感觉 信口磁荒很多 非常多 就是 他会跟你说 我很会努力 我很会干活 什么都说好 但是真正干活起来的时候 的怠慢 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偷懒 都会出来 可能他们的感觉就是 我可以有一部分的懈怠时间 然后我在干活的时候 或者我在做自己有兴趣的时候 他会经历很集中 这个是很大一部分都会这样 就我们拍摄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看到有些助理在飘 就精神明显飘到眼神都不对 这个是很大一个点 这个是很大一点 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从态度根本去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人去担心 为什么别人会开那么低的工资给我的一个原因 我可以非常直接的跟大家说 我做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工资只有两千四 拿到什么 两千四 我没有以上海最低租房的那个值去衡量我的那个 因为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然后别人付我钱 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工作 同时我可以自己学 有一些职位就是需要去做打杂的事情 那我一开始就是两千两千四 但跟我一起进去的那个时期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你们公司实习生里面最拼的 我就不说你是不是最厉害 你就说你是不是最拼的 当时我做了一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的老板 我其实还是挺谢谢我们老板的 我老板在后面 他说你做的蛮好 然后给你加一千块钱 就直接加了一千块钱 就那个时候对我感触还蛮大的 因为我个人第一次感觉加工资 因为我之前在事业单 我就加工资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们会搪塞你 规定就是这样 好多人的公司 但是私人老板就不一样 他对于某一类态度也好 工作的范围也好 就是他会特别喜欢 为自己公司出力特别多的人 因为从领导的维度看下去 谁工作多 谁努力 谁付出多 其实很清楚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很多朋友 我在说这个点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点呢 就是大家要学会先去付出 才会有回报 这个不是一个你能去定量的一个社会 你没有这个资格 我只是针对实习生来说 因为我可以很容易的替代掉你 那你还没有去展现出你的靠谱的时候 你就不要谈条件 谈得非常的决断 也就是说 很多朋友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一个月没有五六千 我觉得我没有在这边工作的必要 因为我活不下去 我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们也很忙 好多都是这样的理由 但是一般来说碰到这样的人 就会你反过来 那这个人有没有给到该职位 给公司带来的本职的一个劳动价值 换句话就是说 我活 换句话说 我同样这点钱 我再请个另外的人 我能不能把他剃掉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 你愿不愿意在这家公司做 为什么你会愿意做 是因为他工资拐得高 还是因为你觉得他工作环境好 还是因为你觉得你能学到东西 如果你觉得你能学到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不要去看看工资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是三样都吃的 都能 都给你 不可能 能学到东西的 那你一定拿的东西就少 一般都是这个定律 除非运气特别好 还有一种就是工资给的比较高 但是你基本学不到东西 你就是在流水线的去帮忙 去搬东西去跑 就是一个实习生干的活 这个就是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点 越好的工资 在越低的职位的里面 你拿到的钱一定是越恒定 并且你的工作可能是比较苦的 你不要妄想一直要学东西 你的学东西一定是在课余时间 或者是在工作之外 但是你的环境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以一个学东西的态度的话 你要么就不要看工资 要么就拿出你120分的努力去跟别人拼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领导是老板是 当他的视角看下去有五个人 有一个人特别拼 他工资还特别低 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老板 都会把一个工资比较高的助理 干的不行的先踢掉 然后把他的钱挪给来给你 让你更加努力 因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如果你没有给出对公司 对工作室足够的诚意去干活 为什么老板会要给到你更高的工资呢 这一点我是希望大家去做这一行的人能清楚 因为这一行并不暴利 赚钱的并不暴利 制作公司也好 派制作公司也好 甲方乙方 可能你们的制作公司在制片公司之后呢 那你不就是丙方 残一点的就是丁方 那再残一点的小公司可能就是 其他的我都说不下去 所以你得知道 行业的一个生存链就在那边 你怎么在生存链下先生存下来 可能我知道也理解 很多朋友会说 那我活不下来我还学什么 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找你拍东西 你没有照相机 你找我拍东西 那你应该给我提供个照相机啊 可能大部分的顺序是这样的 但是我就是看中你有照相机 你的性价比 我才用你啊 双方是有一个这样的矛盾 但是招人也有这样的矛盾 如果本身你的技能不足的情况下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放低生态 心态 你才能去找到进入这行的门槛 只是进入门槛而已 剩下的你需要第一个最快速的去把你这个范围内的职业技术去学会 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在发B站去吐槽工作室怎么怎么坑 怎么怎么 人家不加班 然后摄影师也不教我 然后我再提问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公司 就是 每天你上班 给你安排好工作 然后在你工作不会的过程中 会有个摄影师过来全程给你辅导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会吗 会 但是正常吗 不正常吧 我个人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 公司的摄影师是用来去拍摄单子赚钱的 他不是培训师 你去的是公司单位 他不是学校 你不能以一个你是来学习的目的 就要求所有人都围着你赚 这还是有一点 就是不要让别人围着你赚 你要学习 你就要自己去开口问 当然有的人会教你 有的人不会教你 就是看你现实过程中的一些交际能力 但如果说他没有助理 你就算每天给他去买水也好 他该用到什么东西 你给他递到也好 你是个非常靠谱的时候的也好 等到人家用你用得很舒服的过程中 他自然有的东西会教给你 那再换句话说 如果说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 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急 有多急呢 就是一口吃成胖子 三个月变成摄影师 差不多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这一行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你说大家都看作品 说话 也是 但是 更多的是看 人缘关系 看关系 从来没有一个发活的是把所有的摄影师的作品放一摊 放一排 让选择最好的吧 那可能作为出钱的老板可能会这样想 但是绝大部分去执行的那个 他都会选择自己认识的 选择合作过的 选择能给自己翻点最多的 一定是这样 因为是人 所以在你实习的过程中 你要记住 你面对的是人 不是机器 不要让你的上级感到不适 当别人用你用得很舒服的时候 也就是慢慢的 他换不掉你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要说一个地方的不好 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到最好 你再走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OK的 所以啊 就是如果大家去 找实习工资的时候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如果你觉得工资低 你连答应都不要答应 你就按照你这个标准去找 如果你一年后还没有找到 那你再降低你的标准 如果你又想去好的地方 又想要求工资不要太低 那我觉得你直接不要做这一行 来得舒服一点 所以我身边的人都是苦过来的 大家都是从非常低的工资 甚至是花钱不收工资 然后也要让下面的人先付掉他们工资起来的 如果你想要拿到那份很丰厚的报酬 那你先要面临一样的压力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你面对的压力变大了 你自己做了 你面对的生存危机变大了 然后你拿到的收成 它可能也会升高 它可能也会降低 那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固定薪资里面 那之前我们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助力价格去招人 那这个行情我们问过 杭州基本上和上海差不多那个职位的行情就这样 交到人之后也会有人来也会有人走 这个我就不想说太多细节了 但是真正愿意干的其实很少 还有一个大家会比较忽略的是什么 我比如说我做账号的 或者说你做那个账号的做那个账号的 或者说这个公司做得很好 你们一般看到呢 都是公司的一些很好看酷炫的 那是作品 但是可能天天拍作品吧 可能一个公司他天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拍 很牛逼的作品呢 肯定是扯淡的不可能的 任何公司都会做电商 任何公司可能还会做抖音 因为那个来钱快 那个难度小 那个对你人员的折磨是最小的 但是对你的力程回本是比较快的 所以很多朋友是进到一家公司就会发现 怎么这家公司也做做那么low的活 怎么我进去之后拍的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说的 这个跟我当时想的是不一样的 那请你们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 在一个非常牛逼的摄影师后面 坐着一个非常有面子的助理 我曾经有一个直播的活动 叫过两个助理 我朋友负责直播 然后他在里面装机器的时候 他回头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会的人 站在后面看着他 还有一个助理 站在了警戒线后面 看着他们 这点让我很匪夷所思 首先他根本就没有去 从心里面去愿意接受这份活 他觉得这份活是丢脸的 然后 我完全没有话可以说 所以一个细节可以让人决定待你 或者不待你 并不是说你今天我走了20公里的路 我搬了多少精的器材 我没有怨言 我们不是这样衡量人 我们衡量人的标准 第一个看态度 我觉得态度是人去进步的 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能力不足你可以去教 教不会那就是傻了 我觉得傻的人没有那么多 态度是很断掉很多人的前途的一个点 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有些助理很明确的有些点 我们就不会再要了 这点我希望大家知道 如果说回到刚才说的 如果说你确定你想学东西 那你就不要谈工资 你就进去 进去就不要谈钱 如果你谈钱 你就不要谈太多的东西 因为你是来学东西的 你就不要去奢求太多 这个我想给所有人的一个提醒 给所有人的提醒 有的朋友会说 你给我这点钱 我就给你这点标准 对没错 对于我们绝大部分接单的人是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提前跟人家说过 你得到的会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标准 我相信那些人是不会跟他说的 但是那些进来的助理会不会跟你说 你现在这点钱 所以我有可能我会工作不认真 那你有没有提前告诉过你的老板 我可能会这样的 不切实际对吧 但是确实是这样 他们心里会想 他们心里会说 你就给我这点钱 所以我可以迟到 我可以 有的时候我请假 我可以不来 对你可以不来 我也可以选择不带你 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从来不觉得一个态度很好的人 老板会不喜欢 会排斥你 排斥你的永远是你的竞争对手 但是你的老板一定会喜欢你 这是对于一个助理 我觉得说最多的一个点就是态度的一个问题 态度真的很重要 就像我 然后跟大家说个小故事 就是去年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我有发过一个动态 我说我要招助理 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那个女生的助理 我有个女生的助理 她很能干 她很能吃苦 她在现场很能说 就跟别人沟通 就很雷厉风行 这是我之前带过的一些男助理所做不到的 男生一般怎么就突然腼腆 不像干活的样子 甚至没有一些女生厉害 这是真话 所以我当时就想要不要就找几个女助理 因为女生如果做这行的话 一般都比较能吃苦 男生 男生的嘴 就我很能理解女生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句话 因为真的是连男的都骗 骗人的鬼这句话就是 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真的很骗人 所以我喜欢招我之前用过的这类类型的女生 然后就会有朋友说 你是不是想干嘛 就很头疼 这边解释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 我说过 那个时候我想招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的助理去了现在的WCW上班 所以那个时间段 我那个时候是空助理的 所以我在招人 我那个时候有两种 一种就是发单型的 发单型的 其实我身边有人可以发单 我也可以发给那个助理 所以我更倾向的是那种可以直接教导的并且会使用我设备的人 就我的设备有一有一点点自定义化的就是我需要一个还行的一个助理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我想招一个人我来教他 然后不给工资 然后大家就只听到这一句话 那有一些朋友就会拿那些道德绑架的一些指标的时候 你找助理不给工资 他们忘了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我找助理 找助理没有出工啊 我基本上我去其他地方 我出工都会给钱 你可以去到另外的地方 你们去问 任何一个只要跟我一起干活的人 如果没有跟他的交易记录的话 你们都可以拿他来直接来黑我 但是你们拿不到 你们也不可能拿到 任何赚钱的活 任何赚钱的活 我都给了钱 所以 这点我就很纳闷啊 就是很多朋友 他非常的 这个心脏 我不知道怎么说 他心非常的这种被害妄想症 他总觉得别人害他 别人要坑他 然后就会攻击 这点我不是很 可能本身就是猫着我 也想攻击的一些朋友 这点想注明的是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想招一个人 把他练会之后 其实我有一个固定的可以用的人 对我来说比较好 我是花时间在我不干活的时候去教 我花我自己的时间 我去教一个人 我还要给他付工钱 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有的事情 那如果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去找别人了 对吧 我也可以去找我喜欢的老师 我说我可以 你可以付我工钱 然后你教我吗 就很怪吧 可能是我发的动态的文字有问题 可能是那些人理解有问题 那如果说做助理的话 那肯定是做不了助理的 因为大家连沟通这个方面都不能做到的话 那确实也会有人来问 也会有人来怎么样 但是我碰到的绝大部分都是不靠谱的 他们只是说因为你有粉丝 然后你要助理我来看一眼 我可能可以怎么样 但是真正从内心上是想来学东西的 我从眼神当中我没有看到过多少个 甚至有人会觉得TTC高级 这个东西低级就会有不学的情况发生 很多 大家在自己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就会带有色眼睛去看行业的 这个是好的活 那个是坏的活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扯的一个态度 当你决定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去花百分之百的努力 你去借很好的器材 不是让大家做这个 你的态度至少要到位了 并不是说我答应你了 我来了就可以了 很多情况是很多人说我来了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我答应你了 我就会在我的能力范畴内把这个活给你干好 但是如果你有多的要求 我告诉你你的要求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我直接告诉你 我不会用我的一个很懈怠的态度 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 他会用态度来告诉你 我不想做 那这个就会沟通会越来越难 所以我更倾向于一些比较直的助理 我上个助理就很直 我的大兄弟就很直 为什么我现在能跟大家非常 直白的去说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助理回来了 我也在W了 我两个最靠谱的朋友都在我身边 他们可能几天就能赚回我原来开一个月的钱 但是我为什么不会跟他们一些新来的人保证 因为你们根本不配得到我们的保证 你连努力或者你连工作认真都没有让我看到 我凭什么先给你保证 希望大家能懂这个点 我全程贯穿的就是一个态度这个点 还有就是 不要觉得哪里都坑 环境就是这样 同行都是冤家 他把你吃成摄影师 他吃什么呢 你一心想着把他的资源吃光 人家不是第一天出来当摄影师 像我们之前有很多助理 有考公司素材 还有在现场加客户的 你完全不知道现场谁给活 谁在当中抽了成 你直接家人 你觉得合不合适 这是我先不说这一点 太多不离人情世故 想一朝变成窜天猴的那些朋友们 你们一定会被行业淘汰 没有人会带你们的 你们如果不踏实 认认真真干活 一天到晚想着家人 然后跟别人约拍 然后我可以更低的价格 去做同样的事情 这些朋友 你们一定会被舍弃的 因为你们的师傅不是傻子 他们混到现在 他们在行业里面能混到现在 都是自己这样一步一步碰上来的 你是属于什么葱呢 你是属于什么料呢 他很清楚 所以态度 靠谱 专注 就是你们在实习期间要做的一件事情 至于怎么活下来 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不能把这个压力去强加给别人 那我可不可以说 我的工资刚成立 我现在有债务危机 我就不发你工资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 不发你工资不行 你工资低就行 所以 他 开你他的工资 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你接受 你就好好干 你不接受就不要碰他 你就说我不要 你就找好的 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交流的过程 还有就是平时大家在干活的中 有问题就问 不要期待别人来跟你说 不可能的 还有就是你有什么困扰 你就直接说 拖 只会 就越来越拖 你就不说 不说 只会在你的工作中 增加一道一道一道的账 也会让你跟别人的距离 越来越远 好了 本次更进到这边 然后其实助理还有很多细节 这边我没有说太多的一些行业里面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摄影师 你需要做到的一些准备工作 因为我觉得离助理还是太远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摄影师到底需要做的是哪些东西 所以在这边我跟大家先最后说一下 我是为大家好 才跟大家说这点 因为我碰到好多不靠谱的 我想跟大家说一些 如果你们可以听进去的话 你们可以变得更好 因此而已 如果说这一篇还能被怼的话 我真的请弹幕朋友告诉我们 这个怎么拯救 拯救不了吧 对 好了 这个就是我对助理的态度 就是 当然了 这个只是建立在 这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关系 那真的是有一些工作室 它是以 我只需要劳动力 然后我假装我会教你东西 其实大家知道 就说的越好的不一定好 你多接触几个工作室就知道 还是要学会自己去辨别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哗啦哗啦的说了好多时间了 半个小时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关注投币 然后没事看看我的淘汰 然后之后也会有一些稳定期的视频 会有妹子出现 那我们下次再见